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面解如来真实意 同学们大家早安 又是新的一届 我们有几位新面孔 就不知道你们过去有没有 接触过这个龙树的中管学 我看应该很少人会去 有几个理由 我认为主要的理由是因为 不管在印度 古代的印度或是汉传佛教 比如说我们说天台中的叛教 就你们知道那个八个 你们都有上过那个佛教的历史 我在讲如果有同学不是很了解的话 就是要问一下 在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八个宗派 其实这个说法是从日本佛教来的 因为佛教在印度大陆 大概流行了一千五六百年 那他传到汉传来 对不对 从最早我们说什么汉明帝 那个可能都是比较早的 就我们佛教的活动很兴盛 在魏晋南北朝 他大概就是已经进到中国人的心灵里面 就是上至这个王公贵奏 下至平民百姓 就是佛教它是一个儒家以外的显学 但魏晋南北朝那个儒家的政权 还没有说这么的系统化 所以当时候的佛教 就是相对在政治环境上 它可以拥有比较多的空间 所以在那个时候佛教非常的兴盛 那我们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八宗 几乎它的雏形 它的思想的发源 可以说就是在魏晋南北朝 然后这个历史的阶段经过以后 汉人开始有他们对佛教自己的观点 比如说我们像汉传佛教里面的这个明珠吧 天台华言 那他们的祖师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然后到唐代 然后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 他们认为这些宗派 其实在魏晋或是唐代的时候 应该可以叫做是学派 就是学派不是中派 因为中派有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是那个写魏晋南北朝史 那个专家叫什么 他对这个中派有一个定义 那所以说我们就按着这个宋代人的观点 就是我们是禅重的 那都有 所以叫一个中派都有自是非他的那种 那种情 那种情结 就觉得自己传扬是佛的本怀跟真理 那学派的态度不一样 学派的态度就是 他认为这些都是佛说的 那最多就是争个了意不了意 那其实他们对这个佛 佛教经典的素养 就没有这种太深的门户之鉴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三论 其实就是发源在这个 我们说魏晋南北朝 就是从纠摩洛斯 把这个龙树的经典翻译进来以后 那么就就是跟我们的汉帝结的缘 一直流传到今天 其实三论是非常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消失的学派 他很早就不见了 那么我刚讲这个 大家不熟悉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他消失的很早 这个以后我们会有教使的课 就是咱们在讲这个三论的教使 那大家再仔细的去学习这样 那第二个原因呢 我觉得是像天台的叛教 就是你们知道天台叛教 他把这个佛的那个说法 分作藏通别源 对啊 那各位知道这个龙树的中官是被判在哪一个层次吗 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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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da 通教 因为通教 没有ラ 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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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說的不是三論宗啦 我講的是那個 波爾系啊 就是波爾系的經典 因為我們講這個韋士嘉的叛教 我現在講的是韋士嘉 根據的是解身秘經 解身秘經說的三十教 他就已經跟二十教的波爾 已經區別開來了 所以我不知道如果說天台把 韋士也列為通教 跟那個中關我認為是不太合理的 可能是系統之間的問題 對對對 通教非教其實會到銀教 現在還講到 我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講他是通教呢 就是說 龍樹的學說在他們的定位裡面 他們是破小乘 那破小乘就是 破外道跟小乘 那破外道呢 跟小乘就為大乘 等於就是鋪了一條平坦之道 那像那個解身秘經說的 他說 為什麼 佛在那個大乘教 我們知道大乘教最開始是波爾經嘛 為什麼在波爾經都說一切法空呢 是什麼意思 那麼一切法空對很多人來講那是不圓滿的 所以在那個 這個 解身秘經裡面 他說 一切法空 然後 自信涅槃 本來極盡自信涅槃 那佛又依什麼秘義去講他 因為 如果說 一切都是 極滅相 一切都是涅槃 對不對 那是為什麼我們 明明就看到 世間是千差萬別的嘛 對不對 而且 在布派佛教他說那個 這個世間可以區分做五位75法 不是各個差別的嗎 為什麼你說一切皆空呢 對不對 那這是二十教的特點 那二十教 在那個解身秘經說是以 隱密相說 說那個大乘法 說實相 就以隱密的方式來說實相 那麼到三十教呢 是用閒聊的方式來講 這個 一切法空 我們知道一切法空是聖意對不對 那麼相對於聖意的是世俗 世俗我們才會說 有桌子有椅子有什麼 很千差萬別的事物 那麼他們在聖意上都是一切空 到了這個閒聊法輪 就是把這二帝 明白的分析啊 就用三項來分析 三性 三無性 也可以說三項 就是依他起項 騙計所值 還有那個原成十項 這樣 這樣子有什麼優點呢 就是我們不會認為一切 什麼都沒有 就是會避免二取空的 困境 因為 博爾金 把世俗法 都認為是虛妄 虛妄的 就是 他完全是沒有 沒有基礎的 我們可以這樣講 但是呢到了三十教 有一種詮釋 那事實上在 就吳酌 世青會特別明顯 就是唯士加 後來都認為是依他起是石油的 那個 這一個觀點 我們可以用 用 用一句話來 表達 我們說這個 中觀說 世俗地 一切皆假 對不對 那麼 我們說假明或假明失色 那麼假明 是依著什麼東西 而失色呢 譬如說我們 我們會依著色受 想行事 這五運 去施色說 我 對不對 那麼 世間一切的假明 依什麼東西施色呢 唯士加說是依著 依他起 依他起是原生法 依他起的東西就是 原所生的 就是 原所生的 也就是我們的事 或是說 我們事的表象 這十八戒的表象 所有的假明是依著這 我們說 心心所法的表象 而失色安利 那麼這個就叫做閒聊 不會我們不會誤會說 一切皆空那就什麼都沒有 那麼這個叫做 就依我的理解這個叫別角 那可能就是 因為我不是研究天台的專家 所以你們 參考一下 那 三論 或是說龍術的中關 都被認為是通教 那通教的特色呢 就是 我剛剛講的 就是他的破壞性 他認為 世俗的一切皆假 那這個 對 很多人來說 這 跟虛無主義是沒有差別的 那的確啊 在西方 西方 西方研究龍術大概200年了 他們第一次 是 面對龍術的這個著作 他們覺得非常的 非常有趣 因為 你們如果讀過中論 你就知道 就是祭壯 這些祭壯都很簡潔 然後 哲學性非常的強 思辨性很強 但是呢 他的意圖不明啊 所以那個專門在後來的那個佛教在承納 就是把那個英明當作一個重點 就會有人特別去研究英明 在現代也有英明的復興 他們認為龍術的 龍術的方法是一種詭辯的方法 那什麼叫詭辯呢 就是 我並不提出我的主張 我的方法是用來 破除你的 論點的 就只有這個用處 那至於破除以後想要幹嘛呢 詭辯是 沒有那一種目的性 他的目的性只在破壞你的說法 那我們從這個中論裡面的寄宋也有這種 就龍術有說這個 他的對話的對象 對他的批判 就是你是一個沒有中 沒有中子的破法人 這個 這個應該是岳稱的論著裡面講的 就是 常常對中觀有的誤解是這樣 那 為什麼說 他是隱密相呢 因為 他 就 維世嘉 維世嘉所 依的解身秘境 就一切法空 如果呢我們按三性來講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他指的是騙計所值 但是騙計值呢 他是依著 依他起 而有的 各位有沒有學習過維世學呢 我在講這三性你們知道嗎 好 我們舉一個例子 就是在色大聖任裡面的例子 就是說 光線不好的時候 這邊 我們放了一捆繩子 因為光線不好 所以你 不認為他是蛇 對不對 那麼蛇的相貌是在心裡面獻起的 這個 這個蛇相是 無所有 是自己騙計的 這個就叫騙計 所值相 對不對 那麼騙計所值相 不是在虛空 就是 無緣無故 你就看到一條蛇嘛 沒有 這個蛇的相貌是依著 繩子而有的 那這個繩子就不能說 完全沒有 對不對 蛇 這個相貌是完全沒有的 但是繩是有的 對不對 繩就是依他起 這個立場叫做 依實立甲 知道吧 那這樣就不會惡曲空 對不對 這是維世嘉 他認為他 閒聊的 說明了這個波爾金的異曲 那麼 所有的異曲都會指向什麼呢 就是 原成實性 就是我們學習這一套教義呢 目的是要 了解聖意 對不對 就是原成實性 那麼原成實性在維世嘉認為這是一切的 本質 因為一切都是維新嘛 那新的本質是什麼呢 就是原成實性 那 他 就跟這個中官 做一個區隔 那我剛剛講就是把 這個中官 判為 通教對不對 我們認為 我們已經完全了解龍樹 至少祖師們是這麼認為 就是龍樹的異曲我知道 就是 為大乘 大乘之道鋪平一條路 那麼之後我們要閒聊的是什麼呢 存在的東西 因為波爾金告訴我們 已經 廣泛的告訴我們 這個空那個空 他已經把騙計所值 告訴我們了 對不對 但是 說 這個空這個空 你還沒告訴我們這個世界 存在著什麼 對不對 我說 這個教室沒有大象 沒有貓沒有狗對不對 你講了很多沒有的東西 我們都了解了 那請你告訴我這個教室裡面有什麼呢 那這個時候就是 通教 障通 那個 別教跟原教 就該出場了 就是 他們是認為 每一個祖師都認為他是 循著龍樹的建設 龍樹的破壞應該講 就是破除了小乘 所安利的這些法項 那麼為大乘的實相 鋪平的道路 因為一切法空是所有大乘都 信 就是 都 都同意的 都同意的這個 我們說命題 所以 三論中為什麼大家都不熟悉呢 就是 我們認為 就是龍樹的價值就是在這 通教 而且就是 那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當然不是用天台跟華岩的角度來認識龍樹 而是在龍樹 我們說龍樹學在晚期有復興 這個可能 學習過藏傳的人會比較了解 就是 越稱論詩 這個 清變越稱 這個漢傳佛教因為他發展那個原教的理論 算很成熟 所以對這個 這個可能是一些研究者這麼想 就是 我們漢傳佛教自己的系統 所以就很少再去關注就是印度晚期的這些論詩的觀點 那當然也有一些 別的歷史因緣 就是 宋以後禪宗大興 所以這個異學 可能就不是這麼的被重視 那加上這個 印度也在混亂當中 那宋代 宋代很多這個強靈 你要這個 你要去疫經這個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業 所以 等於就是在因緣條件不足的情況下 對不對 我們停止了對那個印度思想的 在吸收 所以這些種種的 因緣 所以我們對龍數學就特別的陌生 但是在近代就是我們漢傳佛教有出現一個印順法師 那大家都知道 或是大家都認為他是屬於三論宗 他的思想是屬於三論宗 不過 在他自己的那個傳記裡面 他有講他說 他不是屬於空中的任一支派 因為他不願意做一個宗派的 圖一 就是 我不信仰那一種宗派 他是希望能夠廣泛的去學習佛法 但是他對空中同情是 最多的 所以呢 但是他又不屬於歷史上 任何一個 中觀的學派 那 關於這一點我不知道 如果 你們喜歡研究印的法師 你會覺得這句話有點 乖 就是 他不屬於歷史 當中的任何一個學派 就是中觀 那他自己本身 是什麼樣的立場 你們有想過嗎 你們有想過嗎 我所知道的 印聖導師 只有在 中觀學有建立 其他的 經典沒有建立 像法研 他 法研 他並沒有建立 法研 法研 啊 這個 印聖導師啊 我知道 對對對 這個 這個 這個課我們會安排一個 印聖法師思想的課 就我們這個課並不是這麼忠於三論 就是說 古三論 家祥 吉障 那個時代的三論 我認為一個學派是 必須要活著 不管是他的實踐的傳統 還是他的思想 都需要有跟時代對話 那我們知道 他要跟時代產生關係一定都會 產生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就是 像那個天台有幾個階段的發展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麼如果我們把 要把三論 描述成一個 一個相續的歷史的話 那我覺得 印聖法師他應該也要被 被考慮進去 儘管這個時代隔這麼久 不過他們都繼承龍樹嘛 但是他又跟天台不一樣 我們知道智德大師他說他也繼承龍樹 吳酌釋青也說自己繼承龍樹 但他們都很不一樣 我們也可以根據現在的眼光 就是他們的主張有一個明顯的區隔 比如說我說 伊甲利史這個立場 那麼 各位 中觀是什麼 伊甲利甲 你們認為 你們可以接受嗎 可以 蛤可以啊 依著甲去安利一個甲 那很奇怪嗎 依實立甲是什麼意思 什麼是實呢 實在的東西有什麼特點 古代的這個哲學家 他會講 他會講 我們說那個像那個 正理嘛 勝論 素論 素論 是不是正理啊 他有這個六句義 這個就是非常樸素實在的理論 六句義是什麼呢 就是實德頁 前面三句實德頁後面是什麼 和和 同跟義 就依跟義 什麼是句義呢 句義就是真實命題的意思 句子就是 名句文聲嘛 但是這個名句文聲是代表了自然的 自然界 我們知道說 有些東西說出來的龜毛兔角 我現在說的是 這個名句文聲對不對 但是 對應不到世界 因為世界沒有龜毛兔角啊 對不對 但是呢有一種語言是真實能夠代表這個自然 是什麼呢 他說就是這六句 真實命題 實德頁 任何可以被我們 做為我所的 就是 我所源的 我所認識存在的東西呢 實德頁 這個德 就是特徵 頁就是我們他說 頁用 就是他有什麼作用 譬如說我們說 養原子 對不對 那麼 他有一個實體的型態 可能他有什麼原子和有什麼 電子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他一定有他的特徵嘛 那他能夠跟什麼東西作用 就是 實存的東西一定是這樣 對不對 那 你說氧氣是被我們失色出來的嗎 歐吐啊這個氧是被我們失色的嗎 不是嘛 世間沒有人這個氧會不會改變他的特性 不會嘛 那就代表他是實在的 實在就有自成的意思 自己是如此 自己 不是靠別人 他自己就是這樣 就算他別的東西不存在對不對 這些特徵他還帶在身上 所以 實體呢 帶著這個特性 跟作用 都 在那個地方 對不對 這個叫一甲歷史 我們分析事物到最後 一定有那個最真的東西 你們認為是嗎 不是喔 那不是 分析 是假的 那假著又依著假 那不就是沒完沒了嗎 對這個在哲學上叫無窮退後 那真實叫無窮退後嗎 這個大致都論有談到這個觀點 這個 我們後面慢慢學習 今天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三倫的基本立場 所以他非常的不同 這個在過去 就我剛剛講的那個無窮退後 這一個缺點 基本上我認為 這個中國的祖師 或是在印度 像解身秘金這樣的經典 他不會把龍樹當作是一個 成熟的 學派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這個方法有極大的缺陷 對不對 那我再用一個例子跟各位講 什麼叫一甲 一甲 一甲 一甲立甲 會有無窮退後的問題 所以我們 上面有父母對不對 父母上面還有一個父母 對不對 父母 上面還有父母 那我問你 有沒有第一個父母 什麼叫第一個父母知道嗎 就是他上面沒有父母 知道嗎 這個在佛教裡面有 這個破這個 有神論的 宗教 這個叫不平等因 有聽過嗎 這個是 我們嘛 上面有父母 上面有父母 不要不要 畫一條這樣 如果 如果有D 母 對不對 那事情好办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探求的终点 我提出一个问题 我怎么来的 结果我有一个作为终局 我的回答有一个最终的结果 他才有知识的特征 但是这个叫不平等因 为什么呢 他是父母 他也是父母 他上面有父母 为什么你上面没有父母 他就是一个特殊的父母 跟我们不一样 那你能不能提出 为什么他跟我不一样 讲不出理由 这个不平等因 但是第二个情况就是 没有所谓第一个父母 上面还有 那就推不到一个头 对不对 推不到一个头 那么我的回应 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长一样 都是不圆满 那么这个有知识的特征吗 没有嘛 对不对 就是推不到一个头 你的理解跟我理解一样 那你的智慧不就跟我智慧一样 这个叫破一切智人 这是龙树说的 就是龙树的中观是破两边 知道吧 破一切智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有一切智 那他的观点跟我一样 都是推不到一个头 那不是破坏一切智 那不是破坏一切智吗 对 当然这个是有点十四无计的观点 就这么有趣 那么这都不会有知识的特征 龙树知道 对不对 但显然他的方法是有弦外之音 就是后面我们再慢慢讲 所以根据 就根据这两个理由 我认为就是天台华言 他们都不会认为 虽然龙树的贡献很大 是因为他是大称的第一位论师 那他的这个空的方法 就是大家都有使用到 但是他们不会认为 他是一个完整的学说 就是因为有这些缺陷 所以各位不会认识龙树 那很理所当然 这样子 或者我们用天台华言的眼光来看龙树 那就是在现代会认为有一些不足 特别是在应论法师的思想里面 就是你们认为说空是不圆满的 因为还有必须要回应的问题 但是他认为空是圆满的 这个就很大的差别 那至于为什么这样 就是后面再跟各位介绍 那今天就是做一个开场 就是你们知道你们学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然后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当然在我们说的修子观的实践里面 这会影响到什么叫实相 然后实相是用来干嘛的这样的问题 然后呢 应顺法师是我们说他是继承龙树的思想 他又提出人间佛教 就是各位知道这个关系吗 就是龙树会跟人间佛教有关吗 或者我这么说 你们在历史上有看到所谓的人间佛教吗 当然人间佛教会说有 因为在人间佛教的描述里面 世尊就是一个人间的世尊 虽然你们在经典会看到 佛有什么神通对不对 这个都是教典这么说的 但是人间佛教会有一种倾向 就是不会去特别去强调 甚至在他们的论说里面会去忽略掉这一点 等于好像要把它抹掉一样 这一点有些佛教徒是非常反感 因为他认为这个就是一种 所谓叫现代主义 有听过吗 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的佛教 他们会尝试的去接受科学 那么会把这个文献记载里面 不科学的东西 包括神话 那么尽量会去给他解说成 我们现代人能接受的那个样子 那现代人没有什么文学气质 所以这神话就不太能接受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 会要求那个所谓的事实 这是因为科学兴盛以后 那么对于一些 我们会对一些问题 特别是自然的问题 有实证的精神 那么这个对我们的精神气质影响会很大 那么至少我们在科学跟文学之间 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 我们知道文学都会有一些 想象跟夸张的地方 对不对 那么你们能不能容许 对佛的论述里面 有这样的成分 我说的佛陀 对不对 你们想要认识那种 科学主义所认识的佛陀 还是那种文学学派 就是那个什么 佛像高山一样 就是这是形容词 那么你能不能想象 佛的身量很高大 的确在经典的记载 他的身体是很高大的 对不对 但是一顿法师的考证 他就会去特别注意一些 不同的描述 比如说 你们认为佛陀的总性 你是高贵的总性吗 或是他是一个大国的王子吗 根据现在的考证 就是他是一个成祖的儿子 成祖当然很有钱 但是他不是那种什么 交煞罗国那种 可以统一印度的那一种国家 反而他是夹缝中求生存的国家 那么事实上 他最后被强国吞并 那是小国的命运 大势所趋啊 那么世尊没有我们想象 就是他的国家这么强大 还有他的种性 就是我们在一段记载里面 看到那个佛陀油画的时候 那么遇到一个婆罗门的家庭 那个老太太 婆罗门老太太 驱赶佛陀 那你知道这种 这是什么意思啊 会被驱赶就是你的总性 不匹配我们家 如果你们看过那个印度电影 你会知道这一点 就是婆罗门 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厨房 他们的水源 都不能够让那个低下总线的人污染 如果你被污染了 那你就要以一个很繁琐的那一种 清静的仪式啊 就类似各位 类似像忏悔这样 搞一堆仪式 才能够净化你们家的环境 你知道印度就是这样的国家 那么世尊为什么会被婆罗门的 那个老太太驱赶呢 只有一个原因嘛 就是他嫌弃他的种心 所以我们说 那个人间佛教 他会比较注重所谓的史实啊 但是史实这个 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吊诡的说法 你不是说一切空吗 有没有所谓的历史事实呢 有啊 所谓叫客观的历史事实有吗 那没有我们就可以胡说八道嘛 就像现在美国 现在有很多历史叙事有没有 所以他认为历史都是叙事 那我们就可以把自己说成 我们是南岛民族的一支嘛 因为历史没有真实只有叙事 你认为有 那个历史意义的那种犹太民族吗 现在事实上现在有一个以色列的学家写 写一本书啦 就是他认为那个犹太民族是被 近代人建构出来了 那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建立一个国家 然后我们要虚构一个民族 那很尴尬 那中华民族呢 谁开始讲了 对不对 所以五族共一家有这回事吗 组成一个中华 当然我们如果在真假当中去找 事实上我们的信念都还在 在实在 就是实在呢 深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我们要嘛说有要嘛说没有 说有的呢 就会变成一种霸权主义 我说的是真理 对不对 说没有的呢 就变成虚无主义 这个是实践的两边 就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呢 会总是会引导我们走向这两边 那么中观学派呢 最就所谓的波罗经 就是说菩萨能够离两边 我们会从这个龙树对这个实在的探讨 那么去了解什么叫两边 就是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极端 那么龙树不接受这两边 那么是从他看待所谓的实在 当他说不存在的时候 不接受虚无主义 就父母推不到一个头 这世间没有知识 那么是龙树的结论吗 有人认为龙树是这样的 说如果你把龙树视为是诡辩 或是虚无主义 很容易变这样 那么龙树是实在论者吗 就是我们把这个一切空有没有 认为是诸法的本质 这个最多这个原教是这么说的 原教会这么讲 如来藏学派会这么讲 所以他们也接受龙树 那在废坛多哲学里面 跟龙树很像 我们说这世间有一种微妙的本质 你要用犯用佛性都可以 但是呢要认识他必须要用 否定的方式去认识 就很像道家讲的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体解道呢 就要从那个黎明言之外的 就否定用否定来显示他 就要移手指约对不对 用否定的方式才能够显出空性的道理 这种理解就是把龙树认为是一个实在论 跟神秘主义也有关系 所以龙树有非常多的诠释 在西方可能就有六七种 就是这两百年来 就是西方人用六七种哲学来解读龙树 可见就龙树给我们的资源非常的丰富 那似乎呢 每个人都可以跟他有关 就很奇怪对不对 他的迷人之处在这 他有很很丰富的资源 每个人都可以汲取对不对 这不是有佛法的精神吗 可是我跟你讲 中观的论师在历史上 他们的命运都很悲惨 那先跟各位讲怎么样悲惨 龙树的死亡可能跟部派学者有关 那他的传记呢 在汉船跟那个藏船都有龙树传 讲的不太一样 但是都有那个他年轻的时候跟朋友 学习隐身术 然后到 对到那个王宫里面去胡闹 后来这个妃子怀孕了 就有人要有人说 就有智慧的大臣说 一定是有人学了隐身术 然后跑到宫中来胡闹 所以他们就在地上撒那个灰 那么这个隐身术没有 隐身术还是会留下脚印 对不对 结果那个卫士就循着这个脚印去砍杀 就朋友都死光了 那么龙树很聪明躲在国王的身后 对就没事这样 那么之后他就觉得人生无常 对不对 为了育儿丧失生命真的是一个 这个事件让他有所感悟 然后所以就出家学习佛法 那最后变成大乘的第一论师 那你们看这个 如果你们读过中论就知道 到处在反对人家的意见 对不对 像我们第一品叫观音源品 对不对 你们认为因缘对不对 因缘我们用白话讲就是因果关系 你们认为这个自然界有没有因果关系 没有啊 所有的知识都是因果关系 这是知识的基础对不对 那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 怎么会没有呢 你 你要点火 就是你家烧瓦斯 你知道瓦斯可以点火 有没有人会用水去点火 这个不就因果关系吗 对不对 但是龙树说没有 那你们是跟我们畅反调吗 各位 这种学派的命运你就知道会有多奇惨 就是龙树在西藏那边的传说 在东方的传说是跟那个 政争有关 就是我王子要即位对不对 那么龙树呢有一个不老的秘方 让这个老国王都不会死 那么王子就很急嘛 那他的太太还是他的妈妈就教他说 龙树是菩萨 对不对 你跟他要东西他都给你 那王子就到龙树那边欲言又止 那么他说我要的东西你知道啊 结果龙树就说那 你不是要王位吗 那他就自杀 然后把 因为国王没有那个不老的药 所以那个就迅速衰老死亡 然后王子结尾 那么这是 这是一个说法 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可能就比较真实 就是 有一个小秤论师 就龙树问他 你是不是很不愿意 看到我在事件 然后那个小秤的论师就说的确如此 那么龙树就 回到自己的地方 然后就跟弟子们说 他要闭关还是什么的 就不见客这样 很久就没有他看他出来 后来人家从这个窗户里面 就是破窗而入 就看龙树已经原集了 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龙树可能是死于跟部派的争论当中 那我们说历史上这种事也有 比如说我们说莲花界 各位知道莲花界吗 你们知道吗 有学习过中科巴大师的那个论 没有 这个是在唐代的时候 就是安死之后 这个唐代就衰落了 那么吐蕃 强大的吐蕃 吐蕃就占领敦煌这个地方 就是西域这个地方 那么西域这个地方流行那个禅中 那他们叫支那堪布 听过吗 就堪布就是那个班智达 就是有三藏法师 你这样讲就知道 那个支那就是中国 就是叫中国的三藏法师 他们在那边传播这个禅中 势力很大 那么吐蕃征服这个地方 就想要在那个文化上征服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就从那个印度去引寝那个莲花界 莲花界是鱼茄 这个鱼茄中观学 就是他呢 解说法像是用鱼茄 实践跟解说法像 是用那个就是维世学 但是他们是属于中观学派的 轻辩论师那一席 讲英明的 讲道理的 讲那个文师修入三魔地的 有那个知识体系的 他就来跟这个支那刊布辩论 那这个很有名嘛 但是最后 谁赢了呢 就是中国人说中国人赢了 然后西藏人说西藏人赢了 就这样 各有那个文献记录 那 莲花界就死在那个 说支那就是西藏的记载 就是 就是支那刊布就就信仲 就是 就是把那个莲花界暗杀掉 这个中观学派的 算是那个 后后晚期的祖师 那么还有这个 龙树的弟子提婆 他是斯里兰卡人 对 现在斯里兰卡正在麻烦 对 对对对 他们有一个光辉的历史 你看提婆就是 狮子国就是斯里兰卡人 他做龙树的传人 那 这一书就输了13年 就是 他们说 极见垂就是 极见垂是那个 宗教 就比较仪式化 就是我们要召集大众 必须要极见垂 那他不准你去极见垂 就表示你们不能集会 就是你这个组织被宣告 没有那个集会结社的权利 那是因为辩论书了 那么 那个提婆知道这件事 就是说 他要去帮助中印的佛教 结果他到中印就所向批鸣 就我们会读他的百论 那你看看他的口才怎么样 就还有他当时候的对话 那么他叫做 他就 人家就给他一个尊号 叫做极见垂者 就是因为他让 他让那个中印的佛教徒 重新取得部教的合法 合法的权利 那你说这个事业伟大 对不对 但是他就死于外道的暗杀 你看 中关学派几个祖师 没有什么好下场 对不对 这可能跟他的 学派的信 就我们说他们的论述方法有关 这个方法呢 在这个月称论师的著作 有人这么说 说中关是指破不利 这个指破不利 这个麻烦 那到底龙树什么用意 为什么只是破坏别人 然后自己没有中指 为什么 他是诡辩吗 就是 我不关心真理是什么 破了当下就是你 破了当下 这有点如来账的 就是 我们说那个 这个是天台家有说的 他说我们有两种表 我们有两种看待否定句的 否定句 我们可以两种看待 一种叫遮犬 一种叫表权 一种叫表权 好像是这样 对 一种是暗示的 比如说 就这个在 中科八的论 他有讲到这个概念 他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表权 就是說某某人很胖 但是他早上不吃 那他暗示什麼 晚上他吃啦 而且吃的特別多 雖然我沒有告訴你是什麼 但是我這句話就有一個暗示 我用否定表達 但是卻暗示了一個 另外一個情境是對的 就是我想要表達 這個叫表權 遮權呢就是我只是否定而已 不再顯示什麼 那對實相的觀點喔 當然就是標準的中觀就是 我只是否定而已 所以很多人不認為他是一個 完整的知識啊 你否定以後然後呢 我對這個問題也是困擾很久 對我這個教室沒有大象 那有的是什麼你又沒有講 對不對 那你說啊有有這個 有雞嗎沒有 有鵝嗎沒有 有貓嗎也沒有 那到底有什麼你為什麼不講呢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喔 那為什麼要跟佛教的解脫有關呢 就我們慢慢學習啊 我們看我們這個這四年學下來 就是你們會不會對龍術有一個不一樣的觀點 那當然 那中國的哲學 中國的那個 中國的哲學 一向都是表權 一向都是表權 用否定的方式來顯示真理 真理不可以直接表述 你只能用否定的方式 去表達 很多哲學都有這樣的觀點 特別是道家 那麼這種道家的啟發性喔 就充滿了暗示性 那麼跟文學的隱喻很像 所以他能夠激發中國很多 內在豐富的情感 但他有個缺點就變得很主觀 對那龍術不是屬於這樣的 所以會把龍術當神秘主義者 其實都是把空性當作是這樣的東西 好 就拉拉扎扎先跟各位談一些 就是中觀學派 為什麼大家 就是我們這四年想要理解的目標 龍術的義曲到底是什麼 然後他跟整個佛教佛陀的本懷 又是什麼關係 再來就是他跟人間佛教又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我們先從最最最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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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的就是中論 但是我會盡量用比較白話的方式讓大家理解 就是這個有趣的論點 那我會認為龍術在現代是最有潛力的 那我們不光說說北美的學者 他們對兩百年來對龍術的熱情都沒有衰減過 用好像用各種哲學都可以去跟龍術套上關係 他的這些論順很簡短 像格言一樣 但是就是哲學意味非常的濃厚 那特別是在他講那個 我們對這個世間的認識 就是像他前面這幾品 都跟現代的哲學要探討的議題非常的相關 那所以說他跟我們現代人能夠對得上話 那麼其他的學派我認為就是太專業 應該講他在他的專業的領域裡面 他沒有辦法跨過這個領域 要嘛你就接受我的世界觀 要嘛你就跟我的敵對 沒有對話的可能 比如說我們講唯視學 唯視學它是一個非常好的哲學體系 它提供我們另外一個世界觀 但是與此同時呢 他跟我們現代的科學的世界觀 是相互競爭的知道嗎 我們知道這個中國正在強大對不對 馬克思主義最反對的是什麼呢 你如果被罵說你的看法是唯心主義 對不對就是那個不靠譜的 物質才是第一優位的東西嘛 那的確我們依靠這樣的信念 發展了我們現代的世界 我們可以講雖然這個世界的問題很多對不對 但是目前各位我們都很有福報 因為我們現在在面臨是 人類如果有十幾萬年的歷史 我們現在是人類最富裕的時代 你們同意嗎 對也是最幸福的時代 你們有無聊的感覺嗎 不會喔 我跟各位講喔 在中世紀喔 無聊這個詞只能是教室 還有地主們用的詞彙 因為如果你是那個 自由的農民喔 都沒有所謂的無聊 因為他們每天就生產生產生產 就是你工作個 你們如果會煮飯就知道啦 煮飯煮了兩個小時 吃不到十分鐘就吃完了對不對 我們以前人生活哪知道什麼叫無聊 是因為每天都要勞作 無聊只有高級的教室 跟那個地主 地主的專利 現在各位 那個處處有人說自己無聊 不是嗎 就是我們現代人的生活的條件不一樣 那麼我們現在還有 昨天的新聞嘛 說有一個新的升空望遠鏡 有沒有 取代哈勃那個叫什麼 他照了一張照片喔 他照了一張就是146億年前的宇宙 而且非常的清晰嘛 是有劃時代意義的喔 各位如果我跟你講 這些都是為事所限 你同意嗎 同意喔 如果我說那個iPhone 現在換到13代 這些都是為事所限 你同意嗎 我假意 那你們太容易滿足了 這怎麼會是所限呢 這是多少工程師日以繼夜的成果 你說這是我事變出來的 你們這麼容易就相信 這個古代論師跟你們講的嗎 我跟各位說喔 如果你學了榮術喔 至少你會學習會懷疑這件事啊 不是說 因為這個中觀的教點嘛 都是這樣有一點大逆不到 就是 你看那個 不知道哪一部經喔 就是阿涵經也有 說你不要 就是佛陀跟阿難的對話 他說 你不要因為我是你的老師 或是別人說我是佛陀 我說什麼你就相信什麼 你應該喔 把我的話 反覆的去思考 那麼你認為合理了 那麼你就接受它 懂我的意思嗎 那麼榮術會給我們這樣的氣質吧 這種叫批判性的思考 但是批判性的思考 不只是針對我們的理論 更是針對我們的常識 我們習以為常的常識 理所當然 理所當然會接受 沒有可能 沒有任何懷疑的可能 就是這樣阿 就是 就是 就是如此嘛 就是 我問各位說 你怎麼證明 這個地球四百年前就存在了 你怎麼證明 我老師說 蛤 我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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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證明了 我老師說 那別人說什麼 就能證明什麼嗎 不能證明 我老師說就不犯 那這是性行人嘛 就是要依靠 那老師沒說的怎麼辦 沒錯就沒有辦法 所以你的世界 只是在老師的言說那個範圍裡面 是啊 老師說我不敢擺放 不敢擺放 那就是 那個機要主義就是這樣阿 老師說如果有布 我就不用跟他學 你們如果用麥克風講那個就是線上的 現在沒有線上但是錄影以後有沒有 才會有你們的聲音阿 要不然就是只有我的聲音這樣 這是 剛剛講到哪裡 就是 別人說什麼信什麼 這個不 那萬一就是說你的老師阿 中風或怎麼樣 前面講後面講的不一樣那怎麼辦 前面講的跟後面講的不一樣那怎麼辦 那就是說我身體阿 我老師完蛋阿 我變成老師阿 我說的才算阿 我們說我們這個不是一個很好掌握真理的態度 知道嗎 就變成你要依著別人的說法 那你怎麼知道他 他到底知不知道 再來說我們說那個 大皮菩薩論的故事 他說他有四依法 就是依法不依人 那理由是什麼呢 他就講一個故事 他說那個馬聖比丘 就是他是阿羅漢 他就乘著神通到那個 那個出禪的天人 他說自己他是凡天 他認為他創造世界 所以他特別偉大 然後他的 他的那一族群的天人都承認 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萬物之父 結果他跑去問他 他說這個設法有沒有編輯 這生命有沒有編輯 類似這樣的問題 那麼這個大凡天王 他也不能回答 所以他就固著而言他 他就講說大凡天王 有什麼功德 有什麼功德 然後把自己摧虛了一番 對不對 那麼就把他帶到平處 就是沒有別人的地方 就說這個太陽的光 怎麼能跟星星的光比呢 世間有佛 你這個事情你應該去問佛 你怎麼跑來問我呢 然後各位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殘取這個問題啊 你不要說我們一般人啊 一直到凡天王 他是修世無量心到那裡的 對不對 他都有這個問題啊 就是要面子 他不知道他會跟你說不知道嗎 不會 對啊 那你聽他講 那不是很冒險的事 對不對 但是我說過去 維新主義是一個大體系 在西方哲學也是一樣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現在比較知道的 他是反對黑格爾這個體系的哲學 黑格爾就是一個維新的大體系大主流 那麼我們有機會我們再講這個 這個為什麼是是這樣 那顯然就是維新學說已經走向一個 從這個黑格爾大概是這個體系的最後一人 你在現代的科學時代 西方再也沒有這樣 也不是說 不是說沒人研究 而是沒有人繼承 知道嗎 那麼現在的佛教是維新主義的佛教 那你不是在跟世人爭嗎 對不對 你要接受我的世界觀 這個世界是維新的 那這個世界維新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我們還需要投資去發展這些物理啊 這些是新的資末耶 對不對 我跟各位這個說 這個時代的神話 正在轉向 如果佛教不明白這個 我們很難被說是一個理性 或是一個智慧的宗教 知道嗎 你看不到這個趨勢 那不是很奇怪嗎 什麼奇怪呢 我跟各位講 有企業家 這個我說的比較事快一點 有企業家 他捐一億美金給史蒂芬霍金 幹嘛 研究什麼 他捐一億美金給他找外星人 不是很有趣 外星人不是很虛無飄渺嗎 我們知道可能有對不對 我們在很大的概率他是有的 但是一方面他又很不靠譜 懂嗎 而且 你找到外星人你想幹嘛 對不對 我不幹嘛 滿足我的好奇心而已啊 對不對 那我跟各位講 這是一個物質的世界 會有這樣的神話 雖然他我稱之為神話 但是他 他不是沒有條件讓我們說 我相信這樣的神話 對不對 那麼我跟我們換到 中世紀的語境裡面 那麼各位有沒有出產天 也沒有二產 在中世紀很大概率 他們有理由相信有這樣的世界 就跟我們相信 很遠的地方有外星人一樣 這個信念不是毫無來由的 不是那種盲目的懸想 而是他們信仰的神話 就跟我們現在相信有外星人一樣 那在那個時代可能會有企業家 去供養你去修出產對不對 對不對 像那個秦始皇求那個長生不老藥一樣 他會供養你去 就連那個雍正 他都請一批道士在煉丹 我們說這是 這是很難講是 他就是我們講 就是馬克思說的那種 違心主義的範疇 他們有理由去相信這一些 但是在這個時代不一樣 有沒有人會捐一億美金給你去修禪錠 給你這個組織去說 你一千個人在這邊修行 只要有一個人正的出產 那就滿足我的好奇心 有人會這樣做嗎 沒有 但是為什麼 是我們現在人太沒有遠見了嗎 我跟各位講這代表兩種不同的世界觀 一個代表新的一個代表舊的 那他們在那個時代的背景都有他們的道理 那哪一個是真理呢 我跟各位講唯物跟唯心正是中觀的兩邊 你們都知道設法不實在 所以那個整個佛教的哲學走向唯心 對 那心法是真呢 什麼是心呢 多少的宗教哲學 主張一種純粹的意識 你說那個素論 還有很不幸的 就是我認為如來臟有這樣的色彩 就是這個心呢 我們可以 所以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來講 金布認為心跟心鎖是一回事 心的表現就叫心鎖 給他不一樣的名稱 但是不代表他有另外的什麼東西 但我們說唯視跟友部 他認為是有心鎖的 就一個心會帶什麼五片型 或是那個友部說的十種心鎖 是會一起升級 跟心一起升級的 那他們是獨立的 只是他們會同一所緣 同為助辦什麼什麼 就是他們會同時工作 但是他們性質是可以區別開來 假設我們接受這樣模型 對不對 那我們會想物非非問一個問題 有沒有那一種心 是完全心鎖不呈現的時候 那個最純粹主觀的心 他沒有任何品質 因為心鎖就是他的性質 他沒有任何性質 沒有作意沒有觸 沒有受沒有想沒有死 那個純粹最純粹的意識 最純粹的心 他長什麼樣子 既然沒有作意他就沒有樣子 對啊 那我但是不能說沒有對不對 那我怎麼認識他呢 就是不要作意嘛 就是否定 否定 否定 否定所有新的特徵 就是 對不對 所有的觀點 所有的哲學 都會暗喻這種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最純粹 最常鑄 最實在的東西 對不對 那不就是我們佛教主張了嗎 然後說他可以度一切苦惡 說他可以 怎麼樣 讓你超凡入勝 人有了這個體驗以後 就不再是凡夫了 他可以怎麼樣 沒有沒有 然後這是最親近 最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接受這一套呢 應該不要去想像 沒有假 就不會有假了 不去假例 這是一種哲學性的暗示 那麼對於外道的哲學 你知道印度是一個奇葩的國度 他們做事情可以做到非常的極端 這個就叫做兩邊 如果我用心事的分析 暗示了一個最純粹的主體 對不對 那麼這個主體跟這個世界的關係是什麼呢 那個犯我合一嗎 或是道家有相同的觀點 宇宙跟人的小我是互相連同的 那麼這個不 這個是新的本質 同時是世界的本質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的差異像呢 就是虛假的 那宗教帶給我們解脫就是 我們可以擺脫這些虛假的東西 我們要活在真實的世界裡面 那我怎麼表達我對 我對哲學的信仰呢 我就表現就是 世尊喔 在我們的阿涵經描述有一種叫 無禪外道 到今天都還有 他們叫Agori 知道嗎 然後我們古代叫 我們的經典裡面叫無禪外道 為什麼 他不穿衣服 他吃什麼你知道嗎 吃屎尿 吃那個動物跟飄在那個 飄在那個橫河的屍體 這個真的喔 到今天喔 印度都還有這樣的人 你看喔 浮腫的屍體他可以生吃 你知道嗎 你說沒有功夫 活得下來嗎 一定有什麼功夫嘛 他們一定有什麼 特別的方法啦 我跟各位講喔 他們他們的做 他們這樣的實踐在體現什麼 你知道嗎 世間一切都是犯的顯現 就是因為一切都是犯 所以沒有所謂的清淨 沒有所謂的誤會 那麼清淨跟誤會 那是凡俗人的區別 那我是正德這種清淨實相的人喔 所以我就展現出給你看 我特殊之處 怎麼樣呢 我可以以憤跟尿為實啊 可以以史詩為實 對我來講 你們避諱的東西 我認為他都是犯 那你說有沒有功夫 對 但是他理解的是真理嘛 再來 如果就算這個是真理 那 我也不要啊 對啊 我寧願活在希望的世界對不對 那麼這給我們一個很大的警訊 宗教哲學是跟世間人對抗嗎 是跟世間人的常識對抗嗎 然後自以為高人一等嗎 我跟各位講喔 這件事我不能做裁決啦 但是阿涵經有一句話 他說佛不與世間爭 世間人說有我就說有 世間人說無我就說無 佛不與世間爭 佛陀佛教齁 是不跟世間人做爭 這個爭齁不只是吵架知道嗎 是爭聖就是誰的世界觀高人一等 現在科學主義不用說 他們就能夠征服這個世界對不對 那我們還要去跟人家唠叨說 這個世界是維新的嗎 再來就是說 維新主義所鼓勵的那種實踐 那麼是唯一的實踐嗎 我認為這些問題 就是榮術哲學 榮術的 榮術的佛學應該這樣講 之後會為我們開啟的一些問題 就從榮術所彰顯的佛的本懷對不對 我們這個時代呢 不再是英雄過去 因為歷史上也沒有所謂的英雄 你說哪個學派都沒有發展 那這個學派注定是死亡的學派 既然一千年了 你們還在講那一千年說的話 不會的 天台都有歷史的進展嘛 對不對 都有 沒有一個學問是死的啦 換句話說大家都在進步對不對 但是榮術呢 給這個進步一種合法性 再來就是 也給我們現代佛教一種責任 對不對 佛教有沒有可能不是偽行的 絕對有可能 因為我們從過去這個步派佛教時代對不對 經步跟有步都承認有設法 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大乘就不承認呢 對不對 對不對 那設法不能成立 各位 設法不能成立的理由是什麼 事物都是因緣所生 我現在是 是在問說 為什麼 維世家認為設法 設法這個東西不實在 為什麼呢 所有都是 我這麼講啊 心也是一直變啊 那為什麼他就實在呢 我跟各位講 這是源於一種對極為的探討 極為 這些探討希臘哲學也有 但是人家不會不會認為他不實在 就是我們有多多多們的固執這樣 就這樣就不實在了嗎 我的意思說他可以繼續被討論 不是說你這樣就放棄說他實在 這個龍術也有講 所以這個 但是龍術不是說沒有設法 這個後面我們再講 我可以先講一下為什麼設法不實在 極為對不對 極為是 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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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啊 什麼叫設法 有直愛性的 用我們現在的白話文就是 他佔有空間 具有廣言性的東西 廣言性就是他有上下左右 佔有空間的嘛 他廣言性 叫有直愛性 好 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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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到不能分析那個點叫極為 對不對 那我問你極為 有沒有方分 有沒有上下左右 有嗎 有 那就代表他可以被分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不是吧 不是這樣講 等一下 那另外一個答案 要嘛可以分 要嘛不可以分對不對 如果我說極為不可分析 那他就是數學上一個點對不對 那請問這個點有沒有直愛性 因為他不再有空間嘛 那請問他跟虛空有什麼兩樣 憑什麼這個叫虛空這個叫設法 他們長得一樣啊 因為都沒有 都沒有廣言性嘛 所以極為這個概念是不合理的 那因為沒有極為所以就沒有設法 那所謂的設法是什麼東西 設法其實就是表象 長短方圓的表象 還有冷熱堅硬這些表象 都是我們的感覺 所以感覺是真的 這個時候呢 設法就變新式的衍生啊 懂嗎 就是佛教就是這樣接受的 那我問你喔 心法可不可以按照同樣的方式去否定呢 你說心法是什麼呢 就是一念一念串著一念嘛 念的序流叫心對不對 那我問你喔 時間念跟時間有關 他就是最 念只能存在在一刹那 對不對 那好 我問你喔 那個刹那有沒有錢喔 有 有就是可以分啊 對不對 對不對喔 就不會是叫刹那 那如果說沒有 刹那沒有前後 那他還叫時間嗎 所以沒有刹那 因為沒有刹那 所以沒有心念 因為沒有心念 所以沒有心 可以嗎 可以這樣嗎 就是一切空 你的解釋啊 不是我的解釋 這個按照邏輯是這麼說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龍術的方法是這樣 你既然可以說是 色法是空的對不對 色法是空不代表沒有色 我看到的不就是色嗎 但既然分析沒有 我說色法不實 不代表沒有這些顯現 對不對 那我現在說心法不實啊 你們不可以接受嗎 對對對 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龍術的方法 但是呢 唯心主義 把這個邏輯 運用在一半而已 他不能再運用在心上 因為這會讓他有一種 一切皆空就是虛無主義的感 所以他的邏輯 並沒有辦法貫徹到底 那龍術呢 又說自己的學說是一個顯圖 在這邊就看得出來 一切空是不是跟虛無主義 是真的是非常的接近 很接近 有人搖頭了 對 這個就叫做指迫不力 當然我們會後面會介紹他的異曲 他的異曲就是 這個世間是為民的 你們都聽過那個 太虛大師跟應順法師 有對這個大乘三系 有叛教對不對 他叛三個教是哪三個教 第一個叫信空為民 第一個叫信空為民 然後虛妄為視跟增長為心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空中的結論 這個就是空中的實相 實相是這個 那世俗呢 世俗是為民的 這個是他的結論這樣 然後呢 他有多難相信呢 就是金剛經有講過 金剛經講那個 虛菩提 為後面的人 著想 他說那個 我聽師尊講這一段 就是無我相 就是這個信空為民說 我非常的感動 但是我後面的人 會知道嗎 就是能夠相信嗎 這一切都是信空為民 我能夠相信嗎 然後那個 那個世尊就鼓勵他 他說有慈介修復人 能於如是葬句生起信心 可見這個不容易啊 你說這是為民的 是什麼意思呢 但是我跟各位講 龍樹的破 龍樹的破 只破不利對不對 他不是要跟你抬槓知道嗎 我們因為受了語言的誘惑 就是我們無時劫來 我們描述這個世界的方式 是運用語言對不對 就是因為語言的誘惑 會讓我們認為 我們說的東西不只是語言 而是這個世界真實自己的樣子 但是事實上喔 龍樹要破的是 我們在這種論述裡面 普遍擁有生系的什麼 人我執跟法我執啊 當我說設法的時候 我認為一定有什麼 我剛剛講那個實在有沒有 我認為背後一定有某種實體 支撐我這個說法 當我說設這個名的時候 我認為背後一定有什麼實在的東西 在支撐這個語句 知道嗎 但事實上沒有 這件事沒有辦法證明 這件事呢只能不斷的不斷的觀察 觀察到呢 他變成你信念的一部分 那麼這個不是全部喔 這只是大乘法的聖生意 我們說大乘法有 等一下玄論會講 大乘法呢 有廣型跟生意 廣大乘嘛 廣大乘就是六度四射對不對 然後聖生意 聖生意就是信孔 我們現在講的是聖生意 這個是要正法性 破執著 破掉指使 只有自信這種執著 或者說破除這種偏見 我們觀察世界擁有這樣的偏見 找不到呢 找不到我們就會墮入虛無主義 這是偏見使然 而不是必然 知道嗎 所以我們要釋切的理解中 就是空啊 空就是中 要釋切的去觀 釋切的去理解這個空義 那麼就會達到這個破壞執著 破壞執著呢會深刻的見到諸法實相 那麼諸法實相對龍樹來講 也只是個工具 什麼工具呢 清淨一切見的工具而已 它不是什麼世界的本體 它是個工具 我講它是個工具 你們同意嗎 它不是真理而是工具 等一下下課 這個講完 我的證明在哪裡呢 就你們有聽過法育品嗎 我說法如法育者 聽過嗎 還好就是大家金剛金都有送過 法是什麼呢 渡河以後要丟掉不是扛著走 我說的這個般若是什麼 是藥 藥跟真理是有差距的 藥是吃下去治完病會 也會跟著身體排出去 對不對 我說的這個方法 亦復如是 所以這個破 不是在暗示這個世界是什麼 而只是破除你的執著而已 所以龍樹把論述世界方式的權利 交給世俗 世俗是怎麼來的呢 是假名 是私舍來的 是為名的 你要接受這一點 我說它為心為武 只是說是私舍 這個世界既不是心的也不是物的 所以龍樹是破這兩邊 破這兩邊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就是一個真正的物實主義 用心的方式看待心 知道它是為名思舍 用物的方式看待物 知道它是為名思舍 而不是用為物主義 來侵犯為心的領域 也不是用為心去侵犯為物的領域 我們這種佛教去解釋科學 我都是說那個叫樂主帶討 每個領域的施設都有每個領域的因緣 對不對 我們講禪定 你必須要科學主義來驗證嗎 這個叫互相的侵略知道嗎 你會暗示有一種一統的世界觀 你知道嗎 沒有真正的 因為這世界是沒有自信的 好 我們先下課先休息十分鐘 然後就同學就有反應熱烈 那我覺得這些問題都很重要 就是特別是關於佛教的世界觀 對不對 我們知道天台華言有一個非常強的 一個世界體系的觀點 龍樹的哲學也沒有這個 因為龍樹說這世間是為民的 那為民的意思呢 提供一種自由 因為這世界沒有樣子 這世界沒有自己的樣子 世界會有樣子都是跟名言有關 是被施設出來的 那麼提供了我們一種自由 但是呢 對於真理 對大邪的真理 戀戀不捨的人 他會覺得是虛無的 就像那個尼采說 上帝已死對不對 那既然那個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沒有上帝來做最後的判決 什麼這個判決要交給人自己 他就覺得驚慌失措 對不對 那麼龍樹的哲學會有這樣的意味 就是這個世界不是自己決定自己的樣子 是被施設出來的 那不是我愛怎麼施設就怎麼施設嗎 那的確啦 龍樹的哲學在這一點並沒有說的太多 因為施設就是一種慣例 那慣例有什麼好講的呢 慣例就是慣例 他的必然性只是建立在相對 還有我們接受這樣的立場 是建立在我們都不可能去懷疑的那個 那個點上 那因為他跟我們的生活 跟我們的實踐密切相關 就被我們的習慣給接受下來 其實語言 就是我們生活實踐的一個表徵而已 當然這個我剛剛說的這一段話 都不是龍樹的哲學 而是在現代西方哲學 那個後現代主義他說的東西 特別是跟語言有關的後現代主義 因為他們的立場跟龍樹是一樣 他們認為這個世界沒有本質 然後世界是被描述出來的 所以他們很像 所以我們後面會介紹那個音樂法師的思想 我們會多介紹一些這樣的觀點 我認為他是可以跟龍樹哲學做一個非常密 非常密切的結合 我們可以把他們的優點都吸收進來 就是可以用這樣來理解龍樹 事實上現在北美的學者也有人 是這樣來解讀龍樹的 那我剛剛講就是龍樹對世界的觀點 他是讓位給這個世間 這個世間會發明一些概念 就像貨幣一樣 貨幣在人類的交易的歷史對不對 各位一定都知道他是被施設出來的 你們同意嗎 但是沒有人不覺得他被施設就不真實 懂嗎 你用有 你有沒有錢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關 儘管他是被施設的 但是我們的他說我們的世間皆是如此 包括最硬核的東西 射法或是心法都是這樣 這是有點難度 這個叫 我們知道這在波爾金的三甲裡面 有什麼明甲 這個學過嗎 還有什麼受甲 還有一個法甲 射法心法是法甲施設 各位不用著急啊 因為這個菩薩 廣泛的觀察一切法空對不對 這不是一輩子兩輩子的事情 你看那個虛補體 對不對 那是栽培多少善根啊 對啊 他說要慈禱 那個解身祕經說 五世俱足的人 能於如是章句生起信心 可以這樣講 五世俱足哪五世 總結來說 這五世就是說 俗世 見佛多 文法多 清淨善事啊 什麼什麼 慈禧修復 這些事情做得很多 所以這不容易信解 但是榮術是大乘第一論師 他第一個用理論性的方式去表示這些 那比起波爾金更 更簡要 更像格言一樣 容易被我們銘記 然後呢 你仔細去 按照這麼 榮術的方式去思維觀察 那麼你會同意就是說 除了這個還能是什麼 至少你會知道這是空的嘛 然後這個第二步 第二步才這個 這個是家翔大師說的 家翔大師說 你要理解榮術 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是出章 榮術論的出章 出章的目的在破直啊 就如果你把出章 破直 破壞執著 當作是描述世間 那是一個錯誤 是用否定的方式去描述世間 不是榮術不是在告訴你 榮術說 諸法不自身 不他身 不共生 事故之無身對不對 說這個是在破直 不是在暗示 有一種不思議生 不是在描述這個世界 我們說生只是假名思舍而已 因為找不到實在 找不到實在的樣子啊 那你確定有生嗎 有啊 世俗世界都說有生啊 那世俗的世界的生 只是為名的 不壞假名說諸法實相 就是這樣的精神 因為常識是我們的起點 對不對 從常識當中去離職 這個是榮術的精神 因為他是要 他不是在暗示你這個世間 有一個不可思議的 那如來賬不會這麼看啊 如來賬說 正是因為信空喔 所以顯示什麼呢 廟友 對不對 那是不同的路線 好 那出章 再來呢 接受什麼呢 中道假名啊 這兩個沒有必然的關係 是因為破直以後 你會相信這一點 因為你 你怎麼證明這是為名的 這沒有辦法證明啊 因為我們並沒有一個 像迪卡爾一樣的 第一哲學的基礎 沒有 但是輕便不這麼認為 所以他跟躍稱又是 另外一回事 但是 中觀我認為 應該不是輕便這樣的中觀 而是像躍稱一樣 這個破直這一方面 破除了對不對 我們就能夠被說服什麼 這世間是為名的 這個時候你才會認為 真的是如此 特別是什麼呢 特別當你 由於破直 誤入諸法實相 當然這個 這個我們說這個實相也是緣起 也是如幻如畫的 他只是一個對照 就像藥一樣 你從那個黎明言 心形觸滅 言語道斷 那個境界 再回到我們這個世界的時候 不用別人告訴你 不用抽象的思考 你會知道這個世界是被建構出來的 就不需要人家告訴你 那時候你就是我們所謂的聖人 對 那麼這樣會有多多大 對我們會有多大的影響 那麼這不用問我 因為這只有聖人知道 俗人飲水能暖自知 但我們可以講 入地的菩薩 譬如說 他的六度能圓滿 譬如說 我們有我我所知 就不容易做到那個內身的布施 對不對 但是出地很容易做到 是因為 他沒有我所的煩惱 就是 從那個 實相 從那個諸法揭空的實相當中 那麼給他的 他的世界就變了 他就知道這個世間 包括我喔 是被建構出來的 並沒有實在 對不對 這個是佛教的目的 所以佛教 我認為龍術的哲學是最寬容的 儘管他在 他在言說上 好像都跟大家是敵人 很多人把他當敵人 那你後面看中觀你就會知道 就是很討厭那種詭辯家 這是什麼 什麼東西 黑的說成白的 有英國關係他說沒有 第二章 有來去他說沒有 那不是跟我們唱反調嗎 對不對 但是我們 這是對龍術出錢的理解 這是他迷人之處 就是 對我們來說是顛覆我們的三觀 對不對 顛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 也顛覆了對世界 我們都會有這種傾向 就是我剛剛講知識都有特徵 但是他的哲學是違反這種特徵 是非常難思議的 我覺得天台也好 華也也好 微視也好 他只不過細密一點 他都不是理智之外的東西 但是龍術不一樣 是超乎你的想像 世間真的是為民的嗎 對不對 說出來我也不信 但是我們就是隨著龍術的升官 這是聖身意 然後去掌握佛的奔懷 這樣佛的緣起 到底他的目的在做什麼 這樣我們會比較理解一點 好那這個開場就講到這裡 那我們這個課程就是 這兩年我們希望把這三部論 就是學習一下 讓各位理解 當然我會按照我理解的方式去跟各位解釋 那你們也可以多去讀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譬如說如來上架怎麼解釋 但後面我們這個終關經論 會講到跟別的學派的比較 但龍術對話的對象也是一個很好的比較 就是龍術他不乏對話的對象 因為總是要有所成立才能夠有所破 那破的不是別人的理論 而是破執著 從論說當中會體現我們的偏見 知道嗎 什麼是偏見 比如說種族歧視是這種偏見 就是你不用去編織理論或是怎麼樣 你好像有一種根源 那種根源是情緒性的 然後會影響你說話的方式 會影響你對待人的態度對不對 我們說那個只有我只有法也是也是如此 會在佛教的那個論述裡面 這是痛苦苦難的源頭 就是無名我職跟法職 這是苦極滅到是這麼佛教是佛陀是這麼安逸這些法相 那只要我們把這個解除痛苦 就解脫視為我們的目標 那麼這些學說就是藥知道嗎 他不是介紹這個世界的本然的樣子給你知道 但是這個藥隱含了我們錯誤看待世間的方式 這是有的但是他跟有中 就我們現在講這信空為名叫空中 跟他相對的就叫有中對不對 有中他認為假必依實 假立的東西一定有 背後一定有實在作為他的依據 這是有中 他就非常的不一樣 那我剛剛跟我們下課有討論就是 他會跟世界爭有關 就是我剛剛引的那個阿涵經說 佛不與世間爭對不對 但是有中都有這種傾向 他要跟這個世界爭談短 他認為有一個最真實的世界 就是佛眼睛裡面那個最真實的世界 那我問各位我問個故事那個 維世常講的 我們前面人來看是水 魚來看是家 天人來看是流離對不對 地獄來看是 農血蒙火對不對 那麼什麼是水的本質 維世說那個本質叫離岩法性 那我問那 前面那個離岩的那個東西那個對象 誰的觀點最真實 天人來看是流離 難道天人看的比我們更真嗎 不會嘛 那有沒有一個佛的眼睛來看 是最真的東西最真的對象 我們只能講他叫真乳 這都是一切學派的傾向 那麼這種傾向都會用一種真實去壓別人的假 對不對 那只有中觀 你們說的都是對的 因為這次都失色出來 但是不是說失色就是大家都說的是對的 平等只在大家都信空這一點 但是在世俗的立場還是有真假 但是真假不再只是一種真質 就是哲學上的真質跟假 真質跟錯謬 就是 這個是那個邏輯的一個名 邏輯的專有術語 真跟假不是在導彈射程的距離 因為在邏輯上 他是像數學一樣是有 是可以被算計算出來的 他有必然性的才有真質的 才可以被認為說他有真的這個價值 這個值 就是他是真實的東西 那迪卡爾的哲學裡面 第一個真實就是我失故我在 他認為這個是必然的 那我說有一些東西是必然的 比如說 比如說我說單身漢就是沒結婚的男人 這個絕對是真的 是因為他是分析命題 那種命題沒有價值是 他不會產生新的知識 那如果知識有真質 那是一個大問題 對不對 那我問你前面那個河流 我們講河流不真嗎 天人講流離是真的嗎 那麼你如果扯到世界觀 那麼就會真假的問題 那如果根本沒有自信 根本沒有自信 那麼這就是一個偽概念 對不對 但是我跟各位講 在世俗 如果沒有真質 那會不會有真 會啊 就說的比較好的 那就是真的嗎 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我跟各位講 所以對龍術來說 我職深厚的人 就是我見非常深厚的人 他不會滿足這樣的回答 他會認為就是說 要嘛就天人比我們真 要嘛我們比較真 懂嗎 他是流離他是水 一定有一個比較真的 或是一個就是他的本質 這樣就會這樣 那就會有什麼呢 那這個真就沒有辦法避免嘛 然後沒有辦法避免 我認為你的回答比我更烈 你就烈根的人 這證據擺在那 我說的還會錯嗎 我說的還會錯嗎 我才是真理 對不對 你們那種明完不靈 對不對 不可以 不可以人意交 不可以刑法威 那我只好從物理上把你消滅 宗教戰爭這麼來的同學 龍術哲學不會有這種東西 我跟各位講 就從那個阿涵經那段話 世間人說有我就說有 世間人說無我就說無 佛不以世間真 從這一點來看 只有龍術的學說是無真的 不知道你們同不同意 我是這麼認為 那其他沒有辦法避免 那各位 如果我們要跟 如果是維新主義 我要跟這個世界爭對不對 那我們還要有點膽量 你要跟科學主義爭什麼 你能用心生出來一個iPhone14嗎 那如果可以 那就可以 但你有沒有歷史證明 沒有 就是歷史上有沒有一個 先人 他終結的二戰 或是 是 消滅了第三世界世界 當然可能 是靠著禪定來的 有嗎 就歷史上嘛 你要講那一種 對 所以我說 如果佛教是一個進步的宗教 就是必須要是一個獎禮的宗教 因為這是一個獎禮的社會 我這樣講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就是 有人會認為 真的是太那個 佛教現代主義 講的都是討好現代人的東西 但是我跟各位講 佛教在歷史上都是進步的 知道嗎 他在魏晉南北朝是怎麼深深刻影響我們 漢人 就是整個東亞文化圈 他是怎麼 是靠那一種 一種古怪的信仰 這樣 不是 你看我們三藏裡面那麼多說道理的 是用道理來去說服你嗎 那我們說過去人接受的這些道理 是那時候很進步的東西 對不對 他開啟了一個心靈的世界 這不會毫無價值 但是呢 錯誤的地方是你用這個東西當真理 我說禪定不爭對不對 設法也不爭 但是設法可以研究 心法不實禪定可以修啊 懂嗎 但是我們不應該站在一個 我是真理那種角度 去凌駕別人的 別人的施設 知道嗎 因為你也 你自己也是施設而已啊 因為沒有真理 所以這些都是等值的 在某個立場他們是等值的 那他們是 施設是依著因緣對不對 那什麼叫因緣知道嗎 因緣就是條件 你是在有限的條件這麼施設的 那你就請你在自己的條件裡面 你不能夠跨過這個界線 你不是說你的禪定要科學來驗證 那就是你把科學當真理 或者是說 你修的這個維新 就是道德嘛 就是你要去干涉所有這個世間的秩序 這樣這個都是 就是你把自己的東西當真實 才會有這個問題 要不然就是 每一個施設都有每一個施設的好處 那他的好處會在他的條件這個範圍裡面 去說他 知道嗎 然後再來他是施設 那就會有跟整個歷史背景 我們必須要看大環境的條件 有些方便在過去是好的 那現在不一定好 那是這是 這是無常率決定的 因為條件變動他就變動 他的值就變動了 像那個放生這件事就是這樣 放生在過去很有意義對不對 因為在過去 現在都企業化養殖 你要去互生就變得 需要技術 而且可能就不是說買動物來放這樣這麼簡單 對不對 然後所以這個就是無常 無常的體現 互生 互生是我們堅持的價值 但是 他因為 互生這兩個字意義的改變 是符合無常印的 因為他們的條件不一樣 所以我們 就是學習龍術的哲學 這些都變成一個 佛曜徒必須面對的 面對的問題 我們不會 像其他學派就是 你只要英勳 英勳主師說的就對了 我覺得 這個要看根性 我不能說這個 沒有價值 但是就是看根性 那麼性型人比較適合這樣做 他就是 這個道德是違反無常率 就是 中世紀看這個行為是道德 然後在現代他也會是道德 當然有這種道德 但是他 不竟然是什麼 什麼 道德的信條都是這樣 不一定 不一定 好這個 我們現在講這一堂課 就是 我們把這個三論 三部論擺在前面 因為我發現就是說 雖然他比較深 但是就是如果先介紹教師 好像是比較合理 但是不一定說 我覺得這樣不一定比較好 真的不一定比較好 就我們如果能夠對這個 龍樹講的東西先有一個理解 那麼再去旁設一些枝墨 可能會好一點我覺得 可以試試看 然後我的進度都是通常都是非常緩慢 因為我畫的比較多 那我也希望各位也有 可以就是不了解 我們可以互動一下 像那個徐同學 他是老同學 就是他會有很多跟我們互動的機會 那我希望說這一屆能看到你的進步 就是你問的問題就是 你不要問我你的想法 就是要我回應的想法 而是你要問說龍樹為什麼這樣想 知道嗎 龍樹這樣說有沒有道理 那你認為 你認為他沒有道理的地方是什麼 是你的問題要具有這種邏輯性 知道嗎 因為這樣 這才是學習龍樹的成果 知道嗎 好 那我們這一 這一年的時間 就是會用這個中觀論後講記 這個也很難得 就是我們這個時代 還有漢傳佛教還有這樣的大德 這個真的在古代 就是非常少有的人 他的著作等生 你各位你去寫一本書看看 對啊 然後他的著作疊起來 這麼高這樣 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他很重要的一些教點 像他判射的三系對不對 他都有講 他不是讀到 讀偏於某一宗或是 只懂某一宗的學說 他真的就是 對三層的教點都有 都有很 很深的了解 那我發現這個 陰恨導師是 我認為他是很多輩子都是這樣學習 他在三四十歲的時候 他的思想就已經固定了 就是以這個龍樹的空中有沒有 作為他論述的核心 後來他把那個佛教史寫出來 那麼歐陽晉武看了很不滿意 他說你把整個歷史的觀點的中心都擺在中 就是波爾金 他認為這個是不公平的事情 是他認為是應順法師的偏見 那他接受的觀點是什麼呢 他接受的史觀是那個解身秘經的歷史觀點 他承認佛教是發展的 就是華言都刻意去違反這種觀點 就是華言經本身說 佛陀就已經安排所有的東西了 而且那個先說是最圓滿的東西 但是依我們的理解就是 剛好跟違反就是說 佛教是慢慢慢慢發展出來的 然後前面跟後面那個 但後面發展的會包容前面 前面不會包容後面 這就是一個發展的趨勢 那這個是現代人的歷史觀點 那華言會跟我們介紹一個演繹的觀點 就是佛先說所有的東西 然後所有的東西就從那個東西演繹出來 那演繹跟發展就不一樣的史觀 對 然後現代的主流會認為佛教是一種發展的 那這種歷史觀很符合龍術的氣質 龍術學說的氣質 因為世間假思舍 那當然是發展出來的 不會從一個真理的源頭出來 好 那這個中觀論頌講記 我們就是要調查看看有沒有人需要後觀法社的講義 那我上課我們也可以 我是以那個正文出版社的中觀論頌講記為主 因為有一些影證我們不一定每個都要去看這樣 有沒有人需要 你們有多少人需要 一二三四四本喔 不是太少啊 就要有人去會日講堂請一下 有沒有同學發進去 把同學請 去請喔 那你請個五本好了啦 就是我們可以留一本可以 留在這個可以需要的同學這樣 那我們就是這樣一年上下來 那我們今天喔 對 我們今天可以講一下這個旋論啦 就很快講一下 我們會進入主題 就進入主題 那旋論就是講一些背景啦 沒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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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旋論 旋論 旋論當然就是介紹一下作者啦 作者 然後翻譯的人 那我們會重點 或是把它放在 旋論裡面講的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中觀 他這邊講 他這邊講 龍術喔 龍術就是理解他的理論喔 我們也可以從 旁 瞭解就是龍術思想的特徵喔 就是他認為龍術是一個中觀學者喔 這個跟我們接受佛教的觀點不太一樣喔 就你們你們都知道那個為世說是那個 彌勒菩薩有沒有 然後那個 你去讀瑜伽斯蒂論 他就跟字典一樣 比如說有什麼音源 雲和雲和文所成會 他就告訴你文所成會是什麼 然後最後有一句喔 說無若過若真啊 就是說我說的就是這幾樣 比如說一切法就是三項喔 不會有多的也不會有少的這樣 啊誰敢那麼講呢 就是我是彌勒菩薩才敢那麼講啊 但是這會給我們一個錯覺啦 就是說 我們已經有一套完整的回答了喔 那麼你只需要這樣信受 你不需要自己再發明什麼東西 但事實上這跟我們在文獻看到的不一樣 知道嗎 瑜伽斯蒂論說若無若過若真 那後面就不用講啊 懂我的意思嗎 那後面的人講的可多了喔 你看世青講了多少 那世青寫這個注釋不就 就是多餘的嗎 可見就是說 經論有他宣教的意圖 有他宗教的那一種 護教的那種意圖 那我們知道就好 不是說瑜伽斯蒂論這句話是錯的 而是說 這是以護教為目的說的話 那世青的注釋 他世青就現在的研究世青 他跟吳卓不是一回事耶 你知道嗎 就是有人去做這個研究 甚至有人覺得說 欸 這三個東西為什麼湊在一起 譬如說我說阿賴耶士元旗 跟三性 就是伊塔吉片記子跟那個 還有一個是什麼 就是日本學者說的 他說這三個在解身秘經都是獨立的東西 獨立的 那麼第一個把他講在一起的是色大聖論 就是他把這三個學說是各個方面嗎 要串在一起 變成一個嚴密的體系 然後嚴密到認為 讓你認為這個世間就是視線 他後來有那個 維斯三宋有三人變說 那麼你去看三人變的說法 解身秘經沒有 他不是用這個 不是用三人變去說嗎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不是發展是什麼 不是說沒有多沒有少 那是經論說這個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出現 但這個話我們就把它視為是護教 那可以跟各位講說 龍術是一個眾貫 眾貫 眾貫者 那麼就體現佛的本懷 或是說 體現佛教的精神 或是他的特徵 發展 因為世間是施設 包括佛法是施設 對不對 發展就能夠被接受 那麼我知道有一些人不能接受這個東西 你偉大的過佛嗎 對佛沒有講的你可以講 那佛還能叫佛嗎 那不然叫你叫佛好了 人間佛教就是以前沒有的 那他能不能發展 在龍術的學說 龍術語境下的佛教是能夠發展 發展有合法性跟義務 知道嗎 那麼對於那個譬如說天台華語 那就沒有 你只能英雄 因為我說的就是真理的 你還發展什麼 那麼你不能 我的學派沒落 只能說這個是末法 現代人不能接受我的觀點 因為真理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上 那就變成一個 一個一個 自吹自擂的說法 變成這樣子 我覺得佛教能夠流行到今天 就是你不覺得他跟文化的 每個地方發展的佛教 就會有每個地方的文化 為什麼會這樣 我認為那是佛教本身的性格 那有人認為那是佛教徒墮落的表現 就是讓外教來侵入你 你看日本佛教跟我們就很不一樣 他們的禪宗是那種 你們有聽過那個千日回風 NHK有那個紀錄片 他們一天要跑跑 沒有他跑一千天 然後他們過去是佛教立國 你是修那種千日回風 你要到天皇家 天皇家的門口 去跟天皇說我今天是第幾天這樣 如果你有一天 譬如他到最後的階段 一天要跑四十公里 然後最後還有個閉關 就是七天不睡覺 七天不睡 然後那個NHK去拍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記得不好意思 那個大德 說五百年才會出一個阿瑟里 是這樣 他那個到第幾天那個瞳孔就放大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你七天不能睡覺 不能吃飯不能喝水 然後 你說這種怎麼可能活著 但是我跟你講 日本的禪是這樣 跟中國的禪 單水砍柴吾不是妙道有沒有 這是太舒服了 日本的禪是那種 今生不了道就要怎麼樣 就這樣 然後那個 千日回風 失敗要切腹 因為你要跟天皇交代 知道嗎 就是日本的禪 我跟各位講 佛教為什麼在每個地方 都有每個地方的特色呢 那代表什麼 代表佛的無爭 還有他的包容性 他就不會像經典那些護教的語句 我們說護教的語句是需要 但是你要知道 他是緣起 他是有一定條件 要在這個條件下去看待 不能把他無限的上綱這樣 所以他說龍術是個縱貫學者 各位不要小看這句話 縱貫學者隱含了佛教發展的合法性 知道嗎 那麼現在有些人是反對這個 特別是人間佛教 特別的反對 當然我不是說 那一切付佛法外道不都可以接受嗎 我覺得 我們沒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則去分辨 誰是付佛法 付佛法外道 誰不是 這個都是輾轉傳來 而且 世俗假例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原則 他只是個慣例 有些東西被認為是這樣 有些被認為是那樣 那條界線是模糊的 知道嗎 就是這是世俗的特點 這沒辦法 你說有些人搞個人崇拜 我覺得有些名門正派也有這個元素 對不對 那你說他們戀財 那名門正派不需要募款嗎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事情變得很模糊 但是我們 我們會有 我們要說他邪也是說得出來 就是付佛外道有一種邪邪的東西 比如說他說他自己是佛 那就真的沒有人這樣子說嗎 就類似這樣 但是這個憲慧是非常模糊的 這是一個我們沒有辦法用原則 一下壁壘分明的去區隔一些事情 會帶給我們一些困擾 但是另一方面也告訴我們現在的佛教徒 不要放棄自己的思辨 還有自己的觀察 我們要懂得怎麼去論述這個事件 像現在佛教就失去這樣的能力 比如說我們怎麼看待同性婚姻 我們怎麼看待 我們該接受呢還是應該反對 我跟各位講 不管對或錯 基督徒至少他能夠說提出他的觀點 你有沒有看過佛教徒說贊成或是反對 提出他自己的觀點 都不知道怎麼辦啊 對 所以 對啊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啊 就是你沒有論述 你要接受你也不知道我憑什麼接受 然後我不想接受那你憑什麼 根本毫無論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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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很難想像說我們有三藏 就是歷史上 我們還大學裡面還有這種科系 在研究這些人 為什麼現在的佛教徒都沒有這種 這種能力啊 就很奇怪啊 就這樣 好這個是發展 龍術孕育 孕育千步論足 他必須要有一個豐富的 我們說必須要有一個 非常豐富來源的思想背景 像藏國春秋百家真名這樣 那麼龍術也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跟各位講 就是我們這邊八中共紅 那也是希望五百年幾百年 不要太久就出現一個龍術這樣 因為要有這個文化條件孕育 那麼才會有一個這樣的人出來 他特別的 然後這個 這個 當初的那個龍術 當時候步派 非常活躍 因為他沒有所謂的 大乘經已經流行 但是還沒有大乘論思 那 當時候的佛教徒 我們看那個華言中有講那個 步派有實中 有知道嗎 有那個 特別是他只有名稱 比如說有那個說一切有的 然後 還有空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連續的光譜 一切有不 是說什麼都是實在 那麼另外一個極端就是諸法淡明 你可以看 雖然這些學派我們 根本沒有留下傳統 但是從華言 華言 那個 論 華言的論 那個論述裡面 他有談到那個 聲文步派有實中 什麼一切有 是什麼 這個是一邊的極端 然後 另外一個極端 另外一邊 就是 他是一個連續的光譜 講空講有的界線 這個名稱 就非常的濃縮 雖然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諸法只是名言而已 我們不知道他跟龍術 關係怎麼樣 但是我可以 就是我們 我們從這些線索就知道 就是說 其實大乘還沒被提出來 他的思想的源頭就在 就在那個 佛教裡面就有了 那當然我們會 遇到一個尷尬的問題 就是大乘金怎麼來的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經典跟我們講 他是他方世界來的 或是說龍術從龍宮請來的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到今天還是個謎 說這麼大部的金 應該有一個組織 應該有一個寺廟 應該有一群人 在結集這些金嘛 你說這個都需要一個辦公室啊 什麼的 沒有啊 有這種組織嗎 在歷史上 不知道 不知道 蛤 大聲音樂都是指控混合 有是直接就說 那個是在天上講的 然後結集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阿難 然後在兩個世界的中間這樣 阿這個就是神話嘛 對 然後那個應潤法師是有一個看法 他認為他是一個沒有被收入 這個 他有講到那個跟金布有關 然後金布有那個 他們把一些沒有辦法編到那個九分教還是什麼的 他們另外集一個帳 然後那個帳就是大稱經的來源 蛤 不知道啊 這個都是 這個都無史可考 有界外結集 但是他結集的是不是大稱經 這是另外一回事 然後大稱經又講到一些 阿含經沒有的人名 譬如說虛菩提 那他是真的人嗎 唯摩傑 到底歷史上有沒有這樣的人 都不知道 然後 但是你話又講回來 那阿含經講到的那些人 阿難啊 傑瑟 雖然都有講到啦 對不對 但是我們 我們就認為他是真實的人嗎 他那個 他有什麼 他有什麼 柱大明明 什麼 蛤 蛤 他有什麼 他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人 人的 人的 人事實定物的證明 這個牽扯到那個 什麼叫歷史的問題 我們會留在那個 音樂法師思想的時候再來探討 那我現在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這個時代對歷史事實的需求 會高過古人很多 這個傾向是19世紀以後的事情 以前的人 他沒有 我們不是說這是一個欠缺 這是一個需要 就是我們的理想 會跟事實 所謂的事實 有 有區別 以前的人沒有這種區別 然後現代人來看會覺得說 你混 混雜了兩者這樣子 那在過去的人 這麼說話是很自然的 我們只能這樣講 而且 19世紀才對科 因為受到那個科學的影響 所有的學科都變成 都變成要講究 要模仿科學的方法 所以會有一種客觀的史學 這種需求會出現 那我問各位一件事 你們知道史記嗎 太史公是最偉大的歷史家 你們同意嗎 那他寫出來的東西 應該是客觀的歷史 對不對 應該嗎 應該 應該嗎 還是有他個人的觀點 不是 這個 但是都在所謂的歷史學科裡面 可以接受的範圍 就像法官的自由心證一樣 所謂教信的歷史 因為他不能對科 我跟你講 什麼叫絕對客觀 什麼樣的紀錄會叫客觀 這是個問題 譬如說 我跟各位講歷史 那個 史記裡面 他講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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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斯 對不對 李斯最後 他不是跟趙高合作嗎 然後 把那個情惡事弄上台 最後李斯被趙高害死 對不對 然後李斯 要被押赴刑場去腰斬的時候 他對自己的兒子講了一段話 他說過去 我們現在是被壓 也是走那個 那條路 他說 我們 以前 你還記得 我跟你帶著我們的獵狗 那隻黃狗 然後 在這個打獵的 就是黃昏 從打獵場回來 就是走這條路 那時候我們多悠閒 就是 位高權重 現在我們是 走同樣的路 是要押赴刑場 他說這種日子再也回不來 然後 李斯跟兒子講完這句話 兩個人在哭 我問你 這個情節 那麼誰看到 這個情節應該只有李斯跟自己兒子知道 但是太史公司為什麼 可以寫出這一段 蛤 是他在旁邊偷聽的嗎 然後呢 還有一個情節 就是你們拜水燦都會讀到這個故事 三昧水燦 對 三昧水燦的故事那個人面瘡是誰 元昂對不對 烏達國師 烏達國師是長人面瘡那個 然後那個 他前輩子是誰 對 就是 曹挫 元昂要殺 要 我覺得這個故事真的太冤了 那我們講那個元昂曹挫 七國之亂知道吧 文景景地嘛 七國就是要薛藩 結果引發七國之亂 那薛藩的主義是曹挫說的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 元昂跟曹挫有矛盾 然後現在曹挫位高權重對不對 那個元昂就很怕 因為 他曾經要搞過元昂 沒有被他弄死 他就很警惕嘛 現在找到機會 因為你的 你的政見 引起七國之亂 引起漢帝國的危機 現在就趁機搬倒你 元昂以一個 那個庶民 他沒有官職 然後 他就跟景帝做一個建議 然後景帝說 你有什麼建議你講 他說我不能講 然後景帝就知道嘛 平退左右 然後最後只剩下曹挫 因為曹挫認為自己是心腹 就留下來 然後元昂就不講話 然後景帝就說請你也出去 然後元昂那個曹挫心裡面就很忐忑 有沒有 元昂就跪下來跟景帝講 他說 你把曹挫殺了 七國就沒有起兵的名義 他們就會退兵 對不對 曹挫是景帝的老師 然後這個人 這個人的意見 連他爸爸都很害怕 他說你的個性 是為了國家想 你不為自己的家族想 你知道你這個意見 會讓自己的家族 那個毀滅你知道嗎 對 他說你去動搖那個 皇帝皇室之間的鬥爭 那麼你 你將來會很悲慘 結果曹挫就是送走父親 那父親知道他不聽他的 結果父親回家的路上就跳河自殺 你知道嗎 過去的人就是這樣 這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然後景帝呢 就 就 就是犧牲掉那個曹挫 就把他腰斬 腰斬了七國也沒有退兵 對 我跟各位講 太史公有血有肉寫了這些話 而且還把元昂跟景帝說的話 都寫下來 都對話喔 那麼太史公你是躲在座下聽的嗎 我跟各位講 過去的歷史沒有這個問題 19世紀以後就會開始問這個問題 這個叫歷史 那什麼叫客觀的歷史 可見得我們對歷史這個假明喔 他是就像無常印一樣是流動的 那跟每個時代的需要不一樣 知道嗎 好這題外話 那說什麼叫客觀的歷史 我們再回憶一下 佛經怎麼說 如事我聞 輾轉傳來 對不對 他就跟我們對歷史這個假明一樣 他容許浮動 容許變動 在因緣條件下變動 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喔 你不要把那個佛教認為是像實界一樣喔 就是 從世紀這麼接受 下面一千年也要這麼接受 佛教不是這樣子 佛教的性格 佛教的本質 就不是這樣子 這個叫無常印 所以我們前面講 就這邊就可以 討論一下喔 不知道你們可能沒有這種 不好意思這個 只有這麼大耶 沒關係啦 因為現在只有那個 這個 對 這是好像上課的道具一樣 也不是為了讓你們看清楚 就是大家知道一下 我講就好 就說喔 他是一個 他是南印度的人 然後到北印度去參學 所以他深入 兩地佛教不同的風格 然後呢 像北方是重視三世法 法是有的 就是一切有不滿 所有的法相 都是實在的 因為 他之所以成為認識 一定有存在 一定有他的實體 不然他不能夠構成我們的認識 這個是有部的主張 那南印 南印是大乘 像那個 很多大乘經都跟南印的地理關係有關 我們說那個 那個 什麼 他們有講到一些地名有沒有 那都是南印的一些地方 所以呢 龍樹的那個 學說就縱貫了兩大系的傳統 然後用這句話就 先分別諸法 後說必盡空 他認為就是綜合的這個緣起跟 我們說那個 一切法空 就大乘的主張跟 升文學派都說緣起 四緣升諸法有沒有 或者我們講那個 夜感緣起 無明緣行行緣事 這個不是部派佛教說的嗎 那佛那個大乘佛教說這個 這個都是空的 那龍樹就用這個世俗跟聖義 把他們綜合起來 這個惡帝的學說 這個是龍樹的特徵 所以呢 這惡帝是空有無愛 那你們 什麼叫空 空有應該是這樣講 所有的學派都會 涉及到這兩個 含義 那什麼叫無愛 就是後面我們 慢慢學習 看各位有沒有體會 那我先講什麼 空有 比如說有部的空有 他說 我是空的 有的只有色受想行事 所以呢 什麼是空的呢 就是聚合起來的東西都是空的 那空的就是假的 因為他能夠被分析 那分析到最終 比如說色受想行事 這個有本質的 不能再被分析的東西 他就是實在 這個就是有 所以他色法也被分析嘛 色法有極為嘛 那有色什麼叫色法 比如說有形色跟顯色 那誰更本質一點 就有兩套說法 你認為顯色是 比較低的性質還是 形色形狀跟顏色 你認為哪一個東西 是色法的根源 有兩個說法 一種叫做形色 就形狀 我們區隔桌子跟椅子 是憑它的形狀 對不對 長短方圓嘛 那有另外一個學派說 形狀是用顏色在區隔的 所以形色會更根源一點 你同意嗎 我跟各位講 學過巨捨的同學有沒有 也學到這個有沒有 巨捨就有說到嘛 哪一個更根源呢 我們這麼說就是有部的特色 他認為有某種實在的東西在背後 那是我們會這麼說話的根源 那麼聚合在一起的就是假的 譬如說 他會就有的人認為這個形色是假的 有人說 因為這個形狀是根據顏色做出來的 這個這一條線 就是我區隔的這邊的顏色跟這邊的顏色不同 我才認識這邊有一條 這樣你懂嗎 他認為顏色是更根源的東西 這是他的特色 就是分析到最後一定有實在的東西 那被聚合在一起 比較刺就是被 刺實在衍生的東西 那就是空的 那我問各位 一切有部這種空有的分別 是無礙的嗎 你們認為是無礙的嗎 我跟各位講 這個叫還原論 因為空的東西可以被還原作有 我說這個叫桌子 這個是世俗的假名 他能夠被什麼呢 被極為還原 我可以用極為的一個公式去描述 這是一張桌子 知道嗎 譬如說這個可以用幾何的方式去還原 我用桌子這個名詞 那數學這個幾何的這些公理有沒有 假設啦 比如說圓周率這些 如果是圓 我就會說圓周率這個拍 是數學的語言去描述一個圓 對不對 那我這個圓 這個概念呢 可以被還原作數學 這個是世俗的假名 然後這個是真實的語言 對不對 這個叫還原論 那我們人也是啊 我們人可不可以被還原一堆 蛋白質分子的結構 我們可不可以被看作是一個蛋白質的集合體 這個叫還原 還原有什麼問題 不是本質的東西都被去除掉 那個思想價值都是蛋白質的一種表現 那個叫簡化論 還原論 這種方法啦 叫還 同時呢 又是一種簡化 你們聽過奧卡姆的剃刀嗎 不是本質的 切掉 就是 你還原了以後 比如說 就很多的哲學都會有這個問題 比如說唯物主義 他認為推動歷史的東西都是物質 那很多非物質的東西都被他剪掉 懂嗎 那事實上歷史上沒有 歷史上不是 靠物質在決定 國家跟國家 鬥爭的勝負 知道嗎 歷史上多少以小勝多 以小勝大的 故事都不是 這些勝負都不是以物質為基礎嗎 所以當我變成一個唯物主義的時候 歷史的發展是物質 那其 所有的 所有歷史發展可以被 被還原成物質的鬥爭 他就這個就叫還原知道嗎 他把複雜的歷史都還原成物質 那一樣 有部也是啊 我在說我 其實是 色受想形式的集合 然後我呢 變成是一種錯覺 所以當我們沒有去除掉這個錯覺 就是 我看到一堆五韻這樣 我就成功了這樣 懂我的意思嗎 他們的甲石在這邊 就是 這樣 這樣空跟有的界線 是非常明確的 而且空的東西可以被 還原作有 這個東西是實在的 這個是假的 譬如說我是空的 五韻是實在的 那麼這種還原論 屬性是我的東西都會被忽略掉 譬如我講的 人格 人格在五韻裡面的哪一韻呢 因為人格是一種形式的傾向嘛 對不對 它跟五 五種東西都有關嘛 它是一個整體的我的體現嘛 那麼沒有我 是不是人格也不見了呢 懂嗎 所以還原論就有這種問題 所以這個叫空有 有愛還是無愛 變成 有的東西才是實在 空的東西可以被忽略嗎 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個就不叫空有無愛 空有價值嗎 沒有啊 是我們該丟掉的東西 我們要把握的是什麼呢 我們要把握的是實在 對不對 你要說什麼 老師你這樣講 我有個問題是說 那你這樣講 跟唯士人所講的 有什麼差別 這個我們講威城啊 當然啊 跟各位講唯士有這樣問題 這些都是士啊 這些都是士所表現的 對不對 那我們是研究我們的心呢 還是研究這個物質的結構 就這個傾向就很明白嘛 物質是枝末 對不對 枝末怎麼會影響心呢 應該是心會改變物質嗎 不是嗎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我們講這個方分 騙濟子 色是士對不對 這依他起 色只是表象而已 對不對 然後騙濟子是把這個表象 認為有 有他的實在 比如說這個職愛性是真的 那麼這是一種騙濟 他只是色的表象 表象是心所展現的 並不實在 雖然有那個樣子 並不實在 但是我們不會認為這是表象 我們會認為 這個職愛性是他自己 是如此 不是我的表象 懂嗎 懂嗎 那麼 如果他是表象的話 我還需要去研究他嗎 因為真實的東西是心嘛 我們去研究物質幹嘛 對不對 那事實上那個 周期元素表 對不對 是我們 近代 你用的這些材料 同學 這些材料 都是從這樣的知識發展出來的 這個不是唯心說能取代 你說還原 還原成一切都是事 那我覺得這有一點 跟我們的經驗就有一點 我不敢說 他就跟我們的經驗有點隔閡 但我不是說唯視沒有價值 唯視他的價值 我認為是這樣 就是真第三這樣講 他說建立三項是為了要誤入實性 我同意這個觀點 對他的說法會比較傾向如來賬 對對對 還有這個設施有沒有可能說我們這個 這個見分 有沒有可能說我們見分守不見的 不能見到他的這個方分 微塵 所以說說明他是空 不是說 微塵本來就看不到啊 同學 那個極為是我們用理智去分析 就是這個有直愛性嘛 可以 我們可以用想像的方式說 我可以把它切割 那有沒有說在邏輯上 做到沒有辦法被切割 然後什麼叫沒有辦法被切割 那個不是說你的技術障礙 而是說在理論上沒有辦法被切割 有沒有這樣的點 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極為的定義就是無法再被分割 這個跟那個德莫克里特他說的原子一樣 就是沒有辦法再被分割 然後沒有辦法不是說技術的障礙 因為那都是超越我們技術的東西 有沒有換句話說他在問有沒有一個最小尺度的東西 那什麼叫最小 這個設施沒辦法分別啦 不是這樣定義 我們是說他在理論上 有沒有一個理論上沒有辦法被切割的東西 理論上不是技術上 沒有這種東西啊 理論上就沒有這種東西 我們說喔 德摩克里特認為有 但我們就要必須要把它當作是一個預設接受下來 然後那個預設 不會讓我們毫無成 不會讓我們毫無結果 你會發現很多理論其實都 原自於一種一種 接受一種預設 然後後面會發展出 他的學說 然後也是都能解釋一些現象 然後會帶來一些思想的進步 然後呢他就等著在被後面的取代 這個就是卡爾波普爾他的那個 科學哲學 他說科學就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科學 科學沒有辦法證明自己是真理 但是他的特徵在可被證為 這個是他認為的科學 他的書就是需要一些數學跟那個數學 數學就是知道一些數學才知道他的論述 他認為這個科學沒有辦法證明是真的 對他建立在那種 就是近代二十世紀才有的 學學學學說叫科 就是在討論什麼叫科學的 就是我們我們認為 現在科學奠基在 經驗嘛 那麼經驗是一種 那個叫什麼東西 一種叫演藝另外一種叫什麼 一種叫演藝另外一種叫什麼 我把這些經驗集合起來 蛤 那叫什麼突然記不起 歸納對歸納法 歸納法能不能當作真理 但是現代歸納對科學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 原則 特別那個實證主義 像我們現在接受的那個科學 就是歸納法 對不對 科學是演藝文實 對就是經驗嘛 只要我這麼嘗試 然後他一直出現 那我們就說這個是真理 不是嘛 所以 我們就要問什麼是科學 然後他能不能證明真理 科學如果不能證明是被人家推翻掉 科學的特徵在 他可以被證明是 可以被更好的理論取代 這是科學的特徵 科學的特徵不是他可以證明是真的 當然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這是一家之說 那現在這是二十世紀哲學的發展 我就覺得說我們佛教不應該 不應該這樣這麼懈怠這樣 你看那個三大陣仗 是什麼 每一個朝代都在編自己的藏經 現代人有什麼著作 因為沒有著作 所以沒有著作 消歸藏水 我現在只能像林清玄啊 像書被收進去 沒有啦現在還有旅程啊 還有應順法師他們會被收入 就是說如果我們這個時代要結集藏經 他們的著作會被收進去 然後 那就是說 你不能 我們這個佛教 這個 關於這個理論啊 思想的活動 太過衰微了 而且就是沒有辦法跟 跟我們的生活 結合在一起 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在上幾週有跟 講過那個故事嗎 就是那個台大 英文系的教授的故事 耶穌跟觀音 耶穌跟觀音的故事 對對對 要講一下嗎 可是要下課耶 要聽嗎 簡單講一下 這個大學教授 他在研究生的時代 他信奉淨土中 他甚至想要出家 然後呢 他每天就念佛嘛 很認真念這樣 但是他有一個困境 就是他沒有辦法繼續他的學術生 為什麼呢 因為淨土中的說法 他是信奉的 但是如果我要實踐淨土中 我一天要念個十萬 兩萬至少兩萬三萬 那其他事不用幹了 那他有一個 不是放棄自己的人生 就是去出家 你這樣你才能夠 從事宗教實踐 那其實兩件事就同一件事 你是一個念佛的研究生 那你一定被當掉 或者你就出家 那變你的正業 對不對 但是你要放棄你的家庭 你沒有辦法兼顧了 他就很猶豫 然後他的父母看他這樣 很怕他出家 然後就找一些教友 都是拉他去教會 所以他有兩股力量在拉他 那麼有一天他洗電 他在自己的房間 他的房間有十字架也有觀音箱 然後突然洗電 這時候他只能面對自己 什麼都不能做就面對自己 他就突然覺得 因為已經 拉扯一陣子了 他就祈禱 內心就祈禱說 不管你是觀音也好 不管你是佛陀 你是什麼都好 還是你是上帝 你們總有一個是真的 對不對 那麼你是真的 你就來對我顯示 你就讓我知道 這個時候就這麼神奇 他的房間是密閉的 就是沒有什麼風也沒有 那個觀音的磁像對不對 就倒就是掉在地上碎掉 然後他就說 這是真主對他顯示 他是真的 然後假的被破壞掉 從此他就歸於基督教 然後到處去宣傳福音 就告訴我們這個故事 姑且我們不用站在那個宗教的立場去說 這個點出一個宗教實踐的問題 對不對 那麼什麼宗教實踐 宗教實踐就是我要放棄一切到深山裡面 去修止觀嗎 或是去念佛 是啊沒有錯 我跟各位講 天台華音的理想 上上等人就是原教的根性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說什麼 單水砍柴吾不是廟道 那個都是說說而已 在這之前你要做破18個普團好嗎 你以為那個開悟是 單個水砍個柴就開悟了嗎 你不需要綿密用功嗎 你去看那個 那些祖師的典範 達摩面壁七年對不對 你們現在多最多打個禪七對不對 還要人燒好飯 對對對 那個禪堂設備不好還不行對不對 會 對對對 那麼 對啊你看 然後宗教實踐變成是一個生活之外的東西 他跟我們對世界的考察 對我們世界對我們世界有什麼意見 沒有關係 他在他自己的煽動的世界裡面的懸想這樣 然後 就是這樣喔 把自己跟社會孤立起來 然後他說我對 我是直接面向真理的這樣 這樣的宗教不是很奇怪嗎 那跟佛陀的性格不合啊 佛陀是怎麼成佛的 三大阿森期間難行能行對不對 他在世間度化眾生啊 對不對 你說最多他六年苦行嘛 你說他什麼六年苦行對不對 除了這個以外他有離開過人群嗎 這個都是這麼講的嗎 那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你看 我跟你講佛 佛的本身故事 佛的本 這個有機會我們講一下 這個在 音盛法師的那個書裡面有講 這個是真的就是 佛派佛教結集的本身故事 我們說那個 還沒有大乘這個名詞出來 佛派佛教就一直在討論佛的本身 然後他的故事一直被結集出來對不對 那麼很多佛派都有 比如說三十菠蘿蜜啊 十菠蘿蜜啊 他們都有 裡面都沒有禪 然後最早的大乘經講六度疾經 那個是最最早本身故事被結集成經典 禪菠蘿蜜沒有本身故事 你說不修布施有那個捨身為虎有沒有 禪有什麼本身故事沒有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你說佛陀的陰地都在山洞裡面修很久 他到八地以後才 這個東西跟我們的理解不一樣 就從文獻上看的不一樣 蛤 蛤 所以這件事喔 還有一個線索各位可以去想一想 為什麼迷了 這個就大家都知道 迷了不修禪定不斷煩惱 然後佛陀受記說這個人是下一尊佛 這顯示大聖的特色 懂我的意思嗎 懂我的意思嗎 蛤 你說迷樂嗎 對啊 所以這個是迷樂上升經啊 他會到 蛤 蛤 蛤 沒有啦他是等絕啦等絕啦 但是我們如果不用 不用因為那個時候 這個東西齁就是我們要去理解一下 所謂的大乘的特色是什麼 他就跟他跟聲文就去一個 我跟各位講喔 聲文絕對是修止觀的 這個我不否認啦 但是我跟各位講就是能不能那麼嚴格 而且有體驗的齁 林毛鳳腳 這不是我講的齁 你去看那個 摩合子官啊那個智者大師說的 就我把那一段文可以引給各位 他有講說齁 我們這個末法 他們那時候在講自己是末法的 根本沒有人得出禪 對 我說那我們現在禪修幹嘛 就是放鬆身心而已 那我不是說在泼各位冷水齁 就是如果說佛教的要求這麼高啦 那他有價值嗎 他就不適合人啊 就算他很好對不對齁 那邊有金山 就是說我們如果說那個 多少光年有第二個地球 裡面遍地黃金 你到不了 你不是白搭 就算有沒用啊 但是有沒有一個我們可以去做的 蛤 你這樣講我們下禮拜都來聽這個 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這麼理解 這麼理解佛教那不是 不是啦就是我們這麼理解佛教 那我們就很悲觀嘛 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們在攻克一個 根本不可能攻克的山頭啊 對不對但是如果佛教不是這樣 那不是帶給我們希望嗎 是這麼說嗎 好我們要下課了啦 就那個同學能夠幫我們請五本這樣 好那大眾合掌我們回向 願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於眾生皆共成佛道 好聊天 再次見到一鍋子 我會長官 你怎麼會交給你 你說得不好 你怎麼會殺 你我會害怕